歡迎在台北來歡迎的太陽花學運 現在已經進入第六天 總統馬英雄也特別在23號的早上 來接觸到國際記者會市民 雖然如此 但是在抗爭當中 你不是所感設出來的發言台 有萬有很多民眾都想要轉台 來發表他們對到反對參數 服務的這個原因 在這六天一直在現場 背叛到學生的領款律師策略儀 也特別來發表他對到這場空間的看法 面對太陽花學運進入第六天 總統馬英雄在23號早起記者會 市民簽訂服務的好處 但是在立法院的空間領域當中 是特別大設臨時的發言台 他主要定期的人 在當中台發表意見的方式來進行 他一直在現場背叛學生的律師策略儀 也特別招待來對到政府要簽訂服務 配置這句 而且不限於必須取得證照 這個是白紙黑字寫在條文裡面 如果這個要件之下 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所謂專家的名譽 來台灣工作 那我們台灣的工作權 完全被中國13億的人口 把我們侵蝕 我們台灣 我們年輕人畢業後我們的工作怎麼辦 沒有啦 這就是服貿最大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站在這裡 我們不是民粹 我們是 我們是 因為了解服貿 我們知道 這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大家才會站出來反服貿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另外 針對第二條文當中來台灣開公司 四黨一二黨新清入接台灣 所演出自來 包括有認可 增加社會合理和生意的問題 粗略也也提出這句 一個中國的人有生 他可以來百萬生日一間公司 過後各位也百萬生日一間公司 這樣就不斷把中國的人 迎來台灣 未來 我們所有的台灣的觀念 我們台灣的社會合理 我們台灣的選舉 會受到中國的影響嗎 對 蔡英雅是特別的 豪佑責長的民眾 共町這點的空間是登記性 希望大家不可以受到 外界的建議晚後來受影響 當時也共町民眾站出來反對 不是因為民粹 它是因為他了解到 服貿的條文 未來對待台灣的三行影響 所以才會選舉站出來 空間高低 西新新聞專輯的新港議官 蔡宏報道